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終於來到艾森展的最後一天 是小弟的第一次來艾森展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第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 首先很感謝很多人的照顧 說得好像拿獎一樣 首先就是柏龍 特別訪問柏龍 他們這次也是第一年在擺展 他們中間也幫了忙 例如幫我們做一些證 也請我們去跟那些公司吃飯溝通一下 也認識了這個行業更深入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多謝他們 另外第二個很大的感受就是很累 因為這四天我們不斷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當中包括了買遊戲 第二又包括了試遊戲 這兩個重頭戲 誰知道今年又有第二隻遊戲 Key Forge有一個比賽 每天都有 每兩個小時都有 搞到又要打比賽 然後又要去看看不同的攤 有些什麼新的遊戲 甚至乎有很多不同的其他東西 等一下下一個點再說 令到人很累 所以如果大家接下來想去艾森展 就補充好體力了 因為這是一個體力的考驗 還有第四件事就是 晚上回到酒店都會玩遊戲 所以加在一起就會很累 所以大家就記住 艾森展離之前就記得補充體力 第三個感受是什麼 就是覺得很特別 什麼特別呢 比如說可能大家覺得是一門的興趣 或者是一門的 覺得自己玩得開心的東西 就是一門的 hobby 但是來到這裡發現 其實卓游可以是一個很認真 可以亦是很商業 或者是一個可以擺上國際舞台的東西 其實艾森展就不單單是一些 publisher會有擺展 其實我們剛才看過的短片 你也看到了 其實除了publisher之外 也會有擺展 零售商可能也會有賣東西 但這兩個當然是很期望的 這個就是一個德國的擺展 其實場館裡面 我想最少至少十幾二十個 賣一些德文的遊戲 比起原本的價錢便宜 我們可以這樣說 但是大部分都是靜失敏的 也比較少一些新的release 但是價錢大家看到也很吸引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大減價的其中一個地方 也是德國的一個 應該是一個online store 叫Spills Offensive 大家可以看到 畫場上面就是減價 原價多少 現價多少 再減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今天是第四天 所以減價幅度更加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行是特別特別多人的 不過 大家可以有心理準備 很多特價這些減價 第一 就不會是新遊戲 第二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德文為主 應該是接近九成 我們看到德文的了 幸好有些是遊戲中 不需要看文字 然後可能會送不同的語言 的圖書 就可以玩到 否則建議大家學習德文 就可以買到便宜了 也可能會看到一些媒體 會放箭 例如Dice Tower 看見他們會買到他們 有些不同的遊戲做的公開 那Dice Tower 是不是C1C 還是Sam 還是其他的 可能都是其他職員 他們幾個大頭 那個就不在 是Sam Sam Healy 在那裡 應該是肥肥的 大家看到其實他們都會擺盤 但我相信他們一來當然是籌帽他們的經費 二來就是艾森展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他們去跟其他不同的設計師、廠商、設計師做一些交流的機會 所以你見到其實裡面都有一些椅子給大家聊天 所以很多時候我的感覺就是艾森展不單止是2Player 其實是有很多機會在這裏發生的 甚至是一些周邊的產品 例如Dice、Insert、越來越多Insert的店鋪 亦都會有一些展品、一些卡套、卡盒等等 例如這一檔 這一檔就是Ultimate Guard 我相信很多玩卡遊戲的人都會知道 其實是一個什麼品牌 其實它是專門做這些卡遊戲的配件 例如卡盒、卡套 大家看到其實在場館的展區 其實就不是說放很多東西的 很鬆動的 其實就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它想做回它的公司很有氣勢的感覺 這些錢就不在乎 因為是大廠、Ultimate Guard 第二就是它買卡套其實不是很花太多空間 它有個位置讓它收買東西就可以了 也有很漂亮的DISPLAY 這些玻璃 你看到其實很多BOARD GAME 都不會有這些DISPLAY玻璃 除了ASMODY之外 其實是會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你會發覺甚至乎COSPLAY 甚至乎是去到GAME桌 那麽大的ACCESSORY 都有一些的攤檔在這裡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是 看到這個卓遊這一門的興趣 其實就不單單只是可能玩一隻遊戲 那麽簡單 現在衍生了周邊很多不同的行業、工業 來到艾心展這裡的感受就很深了 看到這麽多不同的BOOF 除了有這個卡套的配件之外 當然不少的是色仔 色仔是玩TPRG地城必用的配件 你看看 這些檔 只有一些檔 這檔應該是丹麥還是芬蘭 總之是北歐國家的 我記得是一個做色仔的廠商 你看看見到 淋浪滿目的色仔 對 非常開心 對 那 說到配件 當然就不少得這個最大型的配件 就是這些桌子 那我想我們今年應該有大約 看到有最少有四、五間不同的做桌子的公司 就在這裡擺墊 就是做一些Game桌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就是很奢侈的玩意 又有位置可以放Token 又可以放飲品 又可以放飲品 亦都可以把桌子蓋上一塊板 就可以吃飯 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Game桌廠的一個設計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架上面 還有一些Dice Tray 或者是一些Dice Tower 甚至乎是那些TPRG用的GM的板 都可以做一些配件 再加上你的桌子 非常之厲害 那 所以到最後 那我不擋太多感受了 那條片很長 其實就很鼓勵大家 如果對出遊有興趣 真的可以每年10月底 愛心 德國的愛心展 就準備好一個時間 那就可以叫做朝聖 或者去看客 那最後一個建議是 記得叫多些朋友一起來 因為越多人就會越好 例如我們又可以輪流 坐下來休息一下 看著遊戲 我們會買很多東西 亦都可以一起租車 或者是行李箱 又可以容易一點 可以去組裝 否則就拿很多很多遊戲回去 其實亞洲的Board Game的廠商 都有很多 今年我們都看到很多 這個 booth就是Korea Board Games 就是韓國的一些Board Games 其實韓國還有第二個大廠商 在另一個展區 另外今年我們還看到 日本當然有很多 另外香港、台灣、中國 都會有很多 而最令我覺得新鮮 就是有印尼的管 印尼的Board Game管 有機會大家看看 可以帶大家看看嗎 大家看不見到 很多阿金 不是很多小朋友 帶著比卡超 挺開心 可以看到其實 愛心展 雖然是一個Gamer天堂 但是在德國本地 其實都會有很多小朋友 或者很多家長 帶小朋友來 做一個weekend的活動 Pokemon Card Game 現在全世界都很盛行 大家可以看到 多開心 大家看看這一檔 很特別 看看名字 叫European Society of Game Collection Game Collector 即是Game Collector Society William 你真的要過來 快點去報名參加 這一檔 我都不太了解 看看他們到底是甚麼 好像在這裡展出 展覽 展出一些 可能是一些很 有歷史 或者是限量版的 一些Bord Game 非常之有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檔展 除了Game 是林郎滿目之外 其實攤檔的種類 都是林郎滿目的 除了大特價的Retail Store之外 亦有這些尋寶 我們稱為夜冷袍 有很多中古的產品 中古的Bord Game 大家可以在這裡尋寶 很開心 全部我都不認識 都是由德文為主 除了廠商之外 或者出版社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Bord Game Get的攤檔 Bord Game Get的攤檔 Bord Game Get的攤檔是甚麼呢 就是賣Bord Game Get Store的店舖 當然買店舖 所以到最後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Hobby 亦都希望大家有機會 可以來到艾森展去參觀 今年BG Pod的報道就是這樣 大家期望BG Pod的另一個大作 就是艾森展後的艾森鏡 之後就會不眠不休地 不斷試艾森的新遊戲 務求讓大家流到最新的消息 知道買甚麼遊戲 今年是最好的 大家密切留意 謝謝 拜拜 我先去哪裏 我先去哪裏 我不走呀 不走呀 還沒完 還沒完的 不走了 我不走呀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走呀 我不走呀 不會完呀 啊